谢谢 谢谢大人哥用短短的30分钟跟一张名片的大小帮我们介绍了 怎么样去打造职压力打造个人品牌的黄金方程式 在青创沙龙举办了这么多场以来 我相信就是会来参与青创沙龙的年轻创业者年轻的朋友们 其实大家相信都是怀抱着理想 并且非常努力的每一天的踏实在往目标迈进 那青创沙龙在这边非常感谢各位 不管是在现场的朋友或者是在线上的朋友 非常热情的参与我们这段过程 让我们透过学习分享和互动 能够让大家在创业路上走得更远跟更稳 那我们也很谢谢来分享的所有讲师 愿意把他们的简报跟知识的精华分享在网路上 各位接下来只需要在网路上搜寻青创沙龙或圆梦十二例 我们会把所有的资料都公布在网路上 让大家自由的取用跟分享 那今天也很谢谢大家来参加青创沙龙圆梦十二例的七月讲座 我们再见 我要把它抽离出来 精选出来 最后再来 我的人格特质 我的价值观 那又是什么 别人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的做事态度是什么样的 最后更重要 今天我们要当老板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收入 我们希望做想做的事情 那你希望在这样的创业领域当中 你想在什么样的领域 成为什么样的人 好 相信在座活烂都已经写完了 没有写完没关系 我们就再继续看下去 好 接下来 当然各位就要帮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植牙 必胜的黄金方程式 首先 就是我们刚刚写的这一张名片里面 它就隐含了 所谓的黄金方程式 有哪些黄金方程式呢 第一就是我们的专业领域 第一它就是我们的武器 知己知彼 我有哪些擅长的武器 就是你的专业能力 你能够提供的服务 你能够提供让人家觉得品质很好的服务 或者是技术 那是什么 再来 这个我们在圆梦十二里 咨询里面 陈琼华 Robin老师曾经有提醒过我们 工具不虚多 但是要精 在座很多伙伴 尤其是男性跟我一样 大学时候我们常常骑摩托车 摩托车坏掉怎么办 我们就拖去到摩托车行 然后问那个 经验老道的 老道的阿伯 说摩托车坏掉 怎么发动的时候 过程当中好像有怪声音 你会发现它很神奇的是 它拿过来 钥匙 电源打开 引擎 火星塞有问题 我想说 你怎么知道 听就知道了 因为它修的摩托车太多了 技术太纯熟了 所以连一个声音的改变 它都可以知道 是哪个部位有问题 所以最后 它就跟你讲 修这样 两千元 你不给都不行 对不对 所以技术不用太多 三个就好 最多三个就好 然后要集砖金 有的时候 常常我们在校园演讲的过程当中 很多学生都会告诉我 老师 我大学四年 我都不晓得我会的是什么 老师说 这样有一点可惜 因为大学四年 如果你觉得 我学不到东西 或者是 你在学习历程当中 你不觉得 我有学到什么专业能力 相同的时间 其他的伙伴 都已经有学到 他自己的专业能力 而同样的时间 我们获得的是什么 所以 我觉得专业能力很重要 好 第二 就是我们讲的人格特质 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你要达到目标 你需要的人格特质 比如说 刚好有很多伙伴 很积极 很主动 很热情 很好 如果 他想要成为 业务人员 我们都知道 业务人员 就是要不怕被拒绝 要主动 要积极 要诚恳 所以 他如果 如果你的写的特质里面 刚好就有符合这样的特质 恭喜你 你就有城市的要件 就是你适合做业务人员 这样的 这样的能力 好 再来 各位可知道 这个图案是什么图案吗 在游乐场里面 不只童话故事 有一个石 对很好 这是石中剑 石中剑它是一个童话故事 童话故事是这样说的 曾经有一个国家 就是说 这边石头里面有把剑 然后 皇宫里面就来 跟大家很多村民宣誓说 如果有任何人能够把 这把剑 从石头里拔出来 那他就可以成为 下一代的国王 那有一个 年轻小伙子 小男生 他不明就里 就跑到那一个地方去玩耍 后来就他看起来 很神奇的那把剑是什么 很多的勇士 很多的大力士 怎么拔也拔不起来 这位小男孩 轻轻一松松一拿 整支剑就拔出来了 于是他就成为这个童话故事 王国的未来的国王 你知道他用什么要件 童话故事是怎么说 为什么这个小男孩 可以拿起来呢 因为有一个智者 曾经这样说 唯有心力 纯洁 诚实的人 才能够把这把利剑 从巨石里面拔出来 然后这个人就要成为 这个国家未来的君王 这个叫做特指 看到这里大家伙伴 也有点偷小事 没有错 你不觉得现在 要成就一个企业主 心力纯洁 跟诚实 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 对不对 是的 所以 最后一个 这个也就是 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 就是理想抱负这件事情 也就是我们在座 伙伴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如果在座伙伴 你在跟随大元哥 在讲这张名片的过程当中 我讲到什么 你就很快的能够写完 恭喜你 你在你的职业伟大航道上面 已经开始前进 如果你说 当然 我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 我不晓得 我的专业能力是什么 我不晓得 我人的客人在哪里 我更不晓得 我未来创业要走向哪里 没有关系 我们原梦十二例里面 赖恶义教练 有个提问里面 你可以好好的去看 他里面的影片 他说明 他会引导你好好的去反思你自己 我到底想走什么样的路 想做成什么样的人 他会引导你